早安现场 您先走听到的 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张婉如 我是谢嘉欣 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 跟大家来聊 跟科学有关的话题 其实科学就在我们的身边 只是我们经常不知道 不了解而已 会觉得有点陌生 不是有一句话说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吗 人性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 来聊的是 在7月10号的时候 上礼拜五 台湾 特别北台湾 有些县市放了台风假一天 当时昌宏台风来到台湾 大家一般以为是说 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风灾 水灾 其实还好 当时在台湾 并没有造成很多的灾情 不过在其他地方 是不是 我们也陆续看到了 昌宏离开了台湾之后 到了中国大陆去 甚至到了冲绳 都有一些灾情的传出 对 超红台风到了冲绳之后 造成了4万户停电 至少有27人受伤 那么他当超红台风 登陆浙江的时候 也造成了至少 影响了155万人 上海的陆海空交通 几乎全面受阻 所以宛如正在想说 台风台湾每年夏季 几乎都会遇到 如果有一个计算的方式 平均至少经历 三个以上的台风 来台湾报到 对 每年都不能避免的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事前预测的 更精准呢 我们一般 目前都会想到说 是不是 每年台风来的时候 都会启动一个 追风计划 对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电影 就是谈到一群科学家 在路上追风 台风来的时候 就是他们出动的时刻 对 这是利用飞机 去接近台风的周围 然后投下设备来观测 进一步取得 这周边关键区域的 一些大气资料 作为台风预报 还有研究台风之用 那除了空中观测 我们现在台湾 也在努力说 从海洋方面来观测台风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 这个科学最新知识 就是要谈 从海洋 怎么样来预测台风 而且更精准的 在海洋 台湾周边的海域 建立台风观测网 访问到的是 台湾大学 海洋研究所的所长 同时也是 中华民国海洋学会的 理事长 魏庆林 魏所长 所长 你早 你早 王如早 嘉欣早安 各位听众早安 是 所长 这个我们目前观测 台风的技术 已经很发达了 有那个空中观测 有卫星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透过 这个海洋观测 来掌握台风的资讯呢 是的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 刚刚除了您说 用空中飞机来进到 这个台风里面 做台风在打气里面 这些行为的观测以外 因为为什么要做海洋的观测 因为台风啊 它的从形成演变到移动 到坏的销 它有一个历程在 它台风会增强或者减弱 或者走的路径 就像大人 需要这个食物的供给 是 台风的增强 它需要能量的提供 那我们海洋呢 它表层的热量 是这个台风 主要的能量的提供者 所以海洋温水层啊 它的厚度的薄跟厚啊 就可以了表示 它能够提供台风的能量 的多少 是 所以说如果说台风 它所在的地方 软水层呢 越厚 台风移动的速度 比较慢的话 那这个台风 变强的机会非常大 所以说我们表层啊 海洋的大概上层 一百两百公尺 那温度的资料 就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所长这样讲 我终于知道台风 原来跟海洋也有关系 你知道吗 我们一般民众 都觉得台风 就是天上的风嘛 就是这个 通常我们看 气象预报的时候 都会说 天空的卫星云图啦 然后最新的一个 你知道 就是那种 空中的动态 可是今天所长 你这样讲 原来是跟海洋 上层一百到两百公尺的 温水层 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台风 形成的原因之一 是是 为什么我们卫星 是可以看到 很多现象 但是呢 它有它的限制 是 看到表层一两公尺 它温度的情况 另外就是说 我们卫星来看的话 它的横向的解析度 它比较 没那么大 就是说 它是比较高维度的卫星 看起来的话 你要看几次公里的变化 的话是比较不容易的 是 还有就是时效性的问题 我们看到我们的卫星云图传坏 传坏 大概好几个小时 才有个图像 那如果说我们的海上呢 如果说有一个方式 能够做到 时效性上比较快 然后景气度比较大的 然后可以看到垂直 这个构造的一个工具的话 那我想这个 是有它的必要性 另外就是说 卫星的观测 它的各项资料 有它的限制 就是说它毕竟还是 可以间接的 这个方式来估算的 所以它这种估算的 还是需要在海上 实际上量测的一些性质 来做对答 做校正 这种工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看到一个讯息 是说今年6月9号 台湾大学团队 在台湾的东南方 400公里的海域 成功释放了锚定浮标 也传回了有史以来 西北太平洋 首次的海洋上层 500公尺高品质的 即时资料 老师 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看到 这样是台湾科学 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吗 是的 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 台湾很能够引以自豪的事情 因为这两个有一个大 两个重大的突破 第一个就是我们 在比较 不在岸上的一些仪器 不要在海上放这个东西 第一个面对的问题 就是电力的问题 他们有power 是 那时候我们有R&D的人员 所以设计了一个 非常超省电的 一个电子主机控制板 能控制各种仪器 资料的传输 这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马上 用即时的方式 每30分钟 传回来 无比 就每6分钟 一比的高品质资料 我想这个突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这个 各位如果说 有兴趣的话 可以欢迎大家 上我们台大海洋所的 网站上 可以看看我们 这个集图的图像 是 所以这个图像 这个锚定浮标 还是在持续的 传送讯息当中 是的 在海上 这个大家上去看看 这网站上 有个动画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当时我们浮标 放上去的时候 蓝天 碧海 我们在浮标上挂了国旗 红色的国旗 还有我们台大的 绿色的笑袭 挂在浮标上 飘扬那种状况 是非常好看的影片 欢迎大家上去看 是 那这个浮标 在制作 或者是在整个 观测的过程当中 会碰到什么样 困难的事情呢 是的 那个从刚开始 我们研究发展 研发的情况 大概发展的仪器 就花很大的人力跟物力了 另外就是实际上 其实在海上工作 就不是那么容易 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在出航以前 就要在实验室 你在出航以前 在岸上 甲板上面 就开始要测试 那你测试的话 就很多状况 我们要马上能够掌握问题 马上把它排除掉 是 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必须要这个仪器 从头到尾都自己开发 能够掌握所有的问题 马上排除掉 所以说我想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 另外在海上失作 那是更多很多的情况 我们随便说 我们不是说 一个毛地 一个毛钉串 随便找个地方 我们就往下一丢 就没事了 不是的 我们在海上 有很多的经验 海底里的地形 跟陆地上一样 有高山 有地骨 我们要找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 来放这个毛钉 所以说我们去之前 一定要到附近的地区 我们开始要先扫地形 把这个地形 扫得非常清楚 找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 我们再来丢这个毛钉 大家想想看 我们这次的毛钉 它的深度是在5570公尺深 所以我们毛钉串 是这么长的深度 这么长的深度 大家可能有什么概念 5570公尺 是相当于我们101大楼 11座 11座101大楼 这么高 真的地方 你要看那个比较平坦的地方 挑了以后 我们要放这个毛钉 拉那么长的缆绳 上面装一些探针 仪器等等 还有浮标 是 那些东西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工程 不容易 我非常非常地引以致 我们的台大这个团队 真的非常努力 非常有能力 是 那我想一般听到 听到之后 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通常台风来的时候 风浪大的 不得了啊 老师 这个毛钉浮标 不会被冲走吗 你们怎么把它 这个固定在 这个你刚刚说的 这样的深度 我们在浮标上面 有一个定位系统 叫GPS 我们也是每次 都传出来一个 它位置 下面一个毛钉 上面一个缆绳 拉着个浮标 你就看这个位置 随着这个潮汐流 或风 你刚刚讲的 它会这样子 跑的地方 你就看它这个轨道 就跟大战的作画一样 那轨迹好漂亮 就在这范围里面 去位移 另外就是说 我们这个毛钉 大家上网站看 它的毛钉 是非常干净 非常简单的一个毛钉 意思就是说 我们没有太阳能板 没有太阳能板的话 收封面就比较小一点 你风来 我们就比较不容易 受到这个抖动 吹动等等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 一个浮标 很很干净 那些很简单 另外就云民看到 不会看到 有个太阳能板 它就会上去拔 上去上去这个 偷东西等等 所以我们对浮标 是蛮特别的 是 所长您刚提到 这个突破是因为 我们有这个开发了 电力的这个 省电主机控制板 那么 刚提到说 这个浮标上面 没有太阳能板 所以我们是用电池 来供电吗 是的 我们的电池呢 我们续航力 可以长到14个月 14个月这么长 我们可以放那么久 然后电还是有 这是很厉害的 因为这回我们 预计是 大概9月份 会把毛钉收回来 是 因为台风寄过了吗 是 是因为这样吗 是因为经费的关系 因为我们光传出好 我们用的是 低轨道 一卫星传出 光传出费好 每个月传出费 就要10万块钱左右 要保持这样的一个浮标化 那需要很大的 所费不值 是的 是 我们的今天节目 访问是台湾大学 海洋研究所的所长 同时也是 中华民国海洋学会的理事长 魏庆林 魏理事长 理事长 那我们从这一次 上礼拜的昌宏台风 来看的话 这浮标 到底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真的能够很准确的 预测到台风吗 最主要我们的贡献 提供了很及时的 这个很高品质 上层这个水下 500公尺的温度 跟沿度的资料 是 这个资料可以马上 就是提供 比如说气象局 我们给的气象海象中心 然后他们会把这个资料 看看能够怎么应用 接合到它电脑里面去 去估算这个模式 看看这个台湾的预测 将来的准确度能够提高 提高到什么地方 那这样子的浮标科学 在其他国家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 实际的应用呢 还是我们只有在全世界看到台湾 其实现在这个浮标的维持系统 大概只有靠美国 日本等等 比较先进国家 那他们也在赤道布了一些的 所谓的浮标 但是他们的资料回来 以频率来讲 品质来讲 我们的资料 我想输他们 甚至于超越他们 是 我们在美国的一些同侪 看到的话就觉得非常棒 这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成果 是 所长 这个小小这一串浮标 除了说这是很仰赖这个科学技术 那我们刚才提到说 这背后所牵涉的各项领域 还有人才 这个非常的 非常多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整合这些东西呢 是的 比如说我们这次放这个浮标 我们这个团队 大概有20个人以上 这里面包括什么电子研发 然后我们这个锚定的 释放的技术人员 甚至已经有传后面 后甲板操控的人 这个还有IT的人才 这个资料处理的人才 更不要讲研究人员 我们20个团队 其实我们平常就要很战战兢兢的 做好这个研究发展的工作 是 另外他们各个单位 他们自己的默契 作业协同这种默契培养 非常重要 我想另外很重要 就是主席式的人 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工作目标 要做好协调跟分工的工作 大家一起往一个目标来 来做最大努力 但是容易成功 是 所以这是在人力资源上的一个培养 但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不知道是不是有获得政府的一些支持 甚至说 其实我们可以提供给政府更多的建议呢 是的 我这边我要特别感谢 有两个部会 对我们长期的支持 第一个就是我们科技部 第二个就是教育部 科技部呢 那在二十几年前就在我们台湾大学理学院设立一个贵重仪器中心 那这个中心呢 培养了一批非常宝贵的一个海洋科研工作的专业人才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资产 另外就是教育部也长年三十年来支柱我们海研一号运作的经费 让我们能够这个在台湾进行一些作业 这需要非常感谢他们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是我们这个政府相互单位站在这个环境保护啦 灾害防护啊 科学研究 甚至这种技术生根方面来讲的话 真的很实在很需要来继续增加这个预算 来增加人力和物力 是 那么这样的苗定符标 它未来的发展性是什么 它这个发展性是蛮大的 因为毛定这个技术 它可以广泛利用在很多的方面 它是一个观测的平台 比如说好了 这个海啸的预警 海啸预警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些资讯 另外你可以把这个升学的部分 能够跟毛定做结合 来探测 比如说水下面有些运动的 不管生物也好 什么船只也好 都可以探测得到 另外说海底地震的探测 等等 我想我们都可以有它的发展性 是很棒的一个工具 是 我们也希望像这样子 更精准的科学发展 能够预测台风预报的状况 更快速 而且精确 最重要的是人民财产的损失 能够减到最低 我觉得人类已经发展到现在了 面对台风 应该是有更好的模式 来准确预防 所长 是的 我们就有这样子的期望 我们希望这个 我们海洋线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尽心尽力 为台湾这片土地尽点心力 好 我们现在电话线上连线的是 中华民国海洋学会理事长 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所长魏庆林 谢谢所长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